他在游泳时突然听见枪声 声音发出的位置 是邻居史蒂芬的花园 朱蒂斯赶紧回家报警 可等了整整一天 警长塔尼却告诉他 花园里安静异常 也没有找到史蒂芬的身影 这就奇怪了 昨天朱蒂斯只看见几个警察 在门外转悠了一圈 根本没有仔细检查 塔尼安慰朱蒂斯 马洛小镇很安全 绝对不可能发生谋杀案 事有蹊跷 朱蒂斯拿上办案工具 划算到史蒂芬的花园调查 凶使将现场清理得很干净 一眼看过去 确实没有异常 不过朱蒂斯还是在草地上 发现了一枚蛋壳 一旁的河道被水草掩盖 很安静 却总感觉下面藏了什么 朱蒂斯用树叶扒开水草 果然第一眼就看见史蒂芬苍白的脸 他再一次给塔尼博去电话 趁着警察赶来前 抢前一步拿出工具 记录了蛋壳的尺寸 警方很快安排了尸检 结果显示 伤口附近的火药粉末 以及皮肤上的枪口印记 证明凶手开枪时 是用枪抵着史蒂芬的前额 朱蒂斯仔细检查了蛋壳 上面也有没纳粹标记 凶手使用的枪 很可能是一把老古董 警方的调查做实了朱蒂斯的猜测 弹道结果显示 杀死史蒂芬的子弹 是1942年时在慕尼黑制造 虽然手枪是一把 二战期间的德国手枪 可凶手是从哪儿搞得 如此稀有的枪 又为何偏偏要用他杀人 莫非是有什么特殊的仪式 死者史蒂芬开了一家画廊 在他死后 一直处于停业状态 员工望着史蒂芬的名片 满脸悲击 他说史蒂芬是个大好人 唯一的兴趣 就是守着一些艺术品 据说史蒂芬家里 有很多价值连城的珍稀画作 他是我珍宝 但员工从没有看见过 他收集古董手枪 整个小镇里 要说和史蒂芬有过节的人 员工倒是真想起了一位 前几周的赛廷会上 拍卖所的艾略特喝醉后 当着所有人的面 辱骂史蒂芬是个诈骗犯 艾略特的拍卖所 租了在小镇一角 他刚收集了1992年11月 霍华德·卡特挖掘的祭祀雕像 值得一提的是 资料记载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 1992年时确实发现了 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林木 却并未发现什么祭祀雕像 所以艾略特手中的是赝品 朱蒂斯杀了个小话 说艾略特在赛廷会上 弄脏了他的裙子 以引出他和史蒂芬的争吵 这才得知史蒂芬从客户那里 偷走了上万英镑 但在案发时间 昨天下午6点半时 艾略特正在教会参加唱试班练习 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这一点 教会牧师的妻子贝克 也能为他证明 参加唱试班的有30多号人 排练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准离开 所以艾略特 一直在人们的眼皮底下 当天夜里 朱蒂斯正在整理找到的线索 窗外人影绰绰 突然 玻璃映射而碎 和砖头一起扔进来的 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不要多管闲事 朱蒂斯立马告诉了塔尼 天夜亮就着急赶往警局 而塔尼还是老说辞 他在马洛小镇坐了大半辈子 这里非常安全 绝对不可能藏着什么杀手 直到这时 属下报告 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目击者是一个叫苏吉的单亲妈妈 她是马洛小镇的六狗员 而死者巴尔 正好就是她的客户 巴尔的工作是夜班出租车司机 几年前 她的好友爱泽拉去世 巴尔就收养了她的爱犬 一条德木 由于工作原因 巴尔经常将爱犬交给苏西照顾 这天 苏西像往常一样送狗 发现巴尔的大门虚眼症 里面死一样的寂静 他小心翼翼地走近 却发现巴尔双目圆睁 躺在床上没了呼吸 更诡异的是 金章塔尼还在巴尔的嘴里 发现一枚可有希望的硬币 朱蒂斯趁塔尼不在 只能和苏西套近乎 还将她送回了家 苏西刚坐下就开始祖苦 女儿冲生不久 丈夫就扔下他们跑路 她含辛茹苦十几年 家孩子养大 可丈夫又开始对女儿示好 如今女儿放假时 更爱和丈夫待在一起 撇下苏西孤零零一人 其实总说父爱如山 母爱如海 但有的时候 母亲又何尝不扮演这山的角色 朱蒂斯像往常一样 整理着良情安静的线索 贝克端着蛋糕到访 刚巧碰上也要寻找朱蒂斯的苏西 贝克是一位家庭主妇 女儿成天到着吃酒吧 儿子整天只知道打游戏 丈夫在将教会和家庭的所有事 全都扔给他 朱蒂斯找他调查时 他本不想多管闲事 可朱蒂斯却吟诵了圣经里的一句话 明知是对 却不去做 这是一种罪过 打乱了贝克的心 贝克想起了校区委员会主席 热爱八卦的艾丁太太 她张嘴就说 史蒂芬以前在拍卖所 和艾略特的父亲一起诈骗 史蒂芬故意对珍惜藏品 给出很低廉的评估 再用很低的价格买下来 两人靠这种手段 捞了不少脏钱 据说艾略特父亲死后 还留了一副 特别稀有的话 做给史蒂芬 苏西也想起 几个月前 巴尔说他马上要成为富翁 可仅仅过了半个月 巴尔的心情变得低落 绝口不提成为富翁的事 莫非他的钱被骗走了 艾略特的父亲是诈骗犯 有其父必有妻子 三个女人决定 回拍卖所看看 与此同时 警方查到 杀害两个死者的是 同一把股东枪 但史蒂芬和巴尔平 是并无交集 凶手又是为何 要同时选择他们 警方调查了方圆 20英里内 每一家商店的收据 过去十年 没有任何人卖出德国枪 除了马洛拍卖所 他一直在拖延时间 拒绝提供资料 三个女人的 特别行动小组也出动了 艾略特对朱蒂斯抱有警惕 他只能在外面接应 其余两人则在拍卖所 警惊艾略特的行踪 就在这时 警方赶来调查 等艾略特拿出收据 苏西假装摔倒转移注意 贝克则趁机拍照取证 收据是艾略特手写的 自己和朱蒂斯 说到的恐吓性不同 他应该不是 扔转头的那个人 但收据上有记录 买走股东枪的 是一个叫克里斯的男人 也是叫会尝试班的成员 克里斯是资深收藏家 他的藏品从来不对外公开 但朱蒂斯之前的身份 是考古学家 他对古希腊战争时期的文物 有独到的见解 言论彻底惊呆了克里斯 以及旁听的两个姐妹 克里斯带他们看了藏品 全都是德国时期的稀有产物 而克里斯确实有一把 来自德国二战的古董枪 可意外的是 枪军被偷走了 于是同时 警方闯了进来 二话不说抓走了克里斯 办案需要正常的流程 朱蒂斯三人随意调查 很可能被视为干扰警方 塔尼下了最后通牒 再上次接近嫌疑人 就以妨碍公务罪逮捕他们 贝克错过了唱试的时间 其余两姐妹陪他一起 接主教去了教堂 贝克热情接待兵客们 他游刃有余 浑身上下散发着魅力 这样的人 往往不该被家庭所束缚 他们自己也能闯出一番天地 艾雷特的妻子 问起他最近的行踪 警方打了好几次电话 调查艾雷特的不在场证明 而他拖延时间不肯配合 总让妻子觉得 是想掩饰什么 塔尼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整夜 他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 能将两起谋杀爱联系在一起 马上又到了史蒂芬的葬礼时间 贝克和塔尼同时发现 不言出有一个红发女人 他在说到两人的眼神后 急匆匆离开了剑场 史蒂芬的调研簿上 由艾雷特妻子戴希的签名 和那晚丢来的纸条 一模一样的笔迹 戴希解释说 自从艾雷特第一次出轨 他就开始变得疑神疑鬼 看见朱蒂斯找到拍卖所 还以为两人有衣腿 这才做了过激的反应 为了表达歉意 戴希提醒朱蒂斯 去查查艾雷特父亲 留给史蒂芬的话 三人回到朱蒂斯的别墅 贝克观察了敏锐 注意到朱蒂斯手上 戴着结婚戒指 就在这时 朱蒂斯瞥见对面史蒂芬的房间 竟然有灯光闪烁 他再一次划上小船赶去对岸 窗户被砸了个大洞 灯光的主人 似乎在房间里寻找什么 他看见朱蒂斯的一瞬间 立马将其急晕 等警察赶到 黑人已经不见踪影 他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可奇怪的是 一尘不染的房间里 壁炉正上方的画作周围 竟然有不少灰尘 按经验来说 收藏家们一旦收集了珍贵画作 若非必要 就不会轻易移动 所以画作后面 一般会攒下不少灰尘 看灰尘留下的痕迹 很明显这里曾摆放的是另一幅画 果不其然 斜对面的墙上 又和壁炉上的画框 相符的灰尘印记 看来凶手是想掩盖自己的动机 而他偷走的 应该就是史蒂芬 从艾利特夫妻那里 继承的真品画作 朱蒂斯回到家 看着上走的仓库们 脑海里回想的 却是十年前 一共环抱着他的男人 在男人的声声细语下 朱蒂斯同意为他做不在场证明 一大早 朱蒂斯雷达不动地在河里游泳 他经过一对父子 他们经常用磁铁在河里吸铁 想到案件里的关键证物 硬币 朱蒂斯立刻赶去警局 却被告知 塔尼并不想跟他见面 朱蒂斯可不是轻易放弃的人 他偷摸绕上楼 警方正在比对案件线索 法证那边提取到一枚指纹 还有床边的脚印 都与埃列特和克里斯不符 但奇怪的是 为何第二具尸体 有一枚刻着希望的硬币 第一具却什么也没有 朱蒂斯突然擅自闯入 告诉塔尼 他知道硬币在哪 朱蒂斯竟用父子俩的磁铁 在河里捞了好一阵 果然捞出一枚刻有信仰的硬币 哥林多书里 将信仰 希望和仁爱 称为神学三大美德 如今 信仰和希望都出现了 就只剩最后一枚 仁爱 也就是说 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 马上会有第三个约害者 塔尼将硬币交给属下调查 同时聘请了朱蒂斯在内的 三个业余侦探 让他们正式带人案件顾问 朱蒂斯终于可以光明正大 信仰 同时也是公纪会的信条 塔尼调来公纪会名单 里面没有史蒂芬 埃略特 以及所有案件相关人员的记录 而之前的嫌疑人克里斯 也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警方只能将他释放 太奇怪了 每当三人发现一个嫌疑人 他们总是会有不在场证明 朱蒂斯将卷宗偷偷带回家 巴尔的银行账单 在过去六个月内 没有任何大额存款 联想起他生前低落的模样 应该是损失了一大笔钱 而塔尼的记载里 他在史蒂芬的葬礼上 见到了一个红发女人 丽兹 苏西听到这个名字瞬间炸毛 丽兹可是个谋杀犯 丽兹和丈夫丹尼 经营着滑艇中心 苏西所谓的谋杀案 使丽兹莫名其妙地 杀害了养育四年的爱犬 苏西有这么大的反应也不意外 一个人之所以会残害弱小的动物 是因为他们不敢面对 比自己更强大的生物 也是属于潜在杀人犯的一种 丽兹并未对三人的到来感到意外 提及死去的史蒂芬 她的表现也没有任何异常 说葬礼时 只是在墓园里休息了一下 不管是史蒂芬还是巴尔 她通通都不认识 朱迪斯将丽兹的笔记带回调查 又找到她的丈夫丹尼 办公室里摆满奖杯 全都是丽兹在比赛里迎来的 丹尼也是在庭高手 可比起丽兹 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丹尼和丽兹说的话相反 她明明就认识史蒂芬 还是多年好友 刚看见史蒂芬离世的新闻时 李兹心痛不已 久久说不出话 而在巴尔去世前 李兹还叫过他的车 看来 李兹和两个死者都有交集 可李兹为何要撒谎 说从来没见过他们呢 三人想回巴尔的房子里调查 刚好苏西手头还留着钥匙 他打开尘封已久的大门 邮件从门缝塞进来 对接成衫 苏西查了巴尔的电话 就在上周 有李兹和他的联系记录 而邮件里还有律师行的信件 埃兹拉说要将所有的遗产留给巴尔 难道这就是巴尔 认为自己要发财的原因 可埃兹拉死前两周 律师贾尔斯为他立了新遗嘱 遗产的最终受益人 正是贾尔斯 怪不得巴尔的心情会突然低落 朱蒂斯将利兹的笔记本交给警方 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发现 上周下午两点半 利兹给巴尔打了电话 巴尔的出出生日志 也有利兹的达成记录 调查利兹的事就交给警方 三人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紧盯着嫌疑人贾尔斯 专业的侦探总是会带着蓝牙耳机 贝克通过耳机告知苏西 嫌疑人正往律师事务左走 苏西负责跟踪 他跟着贾尔斯过了马路 七成鸣笛吓得他大叫 差点引起贾尔斯的怀疑 紧接着 就是朱蒂斯的最后一棒 他直接了当地问出那句 埃兹拉为何要修改易住 可贾尔斯面不改思地回击 让朱蒂斯有问题去治疗律师工会 他根本没在怕的 朱蒂斯跟着走进律师行 却意外发现 扎尔斯神色慌张 将一份文件扔进了碎纸机 与此同时 大尼几只去诺丁汉 给皮划顶对当教练 匆匆向李子道别 李子没有大理 可他的表情却如此不安 另一边 三人计划抢入律师行 偷走碎纸机里的文件 前台肯定是不会让他们 大油大白走进去 于是 机敏的贝克切下两块面包 塞进一件礼服裙 又准备好待会要替换的文件碎纸 就开始了行动 贝克穿着礼服裙 贾一向前台预约离婚咨询 趁着上洗手间的空档 他偷偷来到休息室 将两块面包塞进面包机 并拧到最大功率 接着给律师行外面的两人 发去信息 倒到面包烤壶 引发了烟雾报警器 随往人都逃出律师行 苏西就踩着轮椅 拼命挤进贾二四的办公室 他从碎纸机里 拿走了那份文件 又将贾文件扔进去掩人耳目 有人找到了报警的源头 在办公桌下 好在贝克集中生智 需要找贾二四咨询离婚 再次把他骗了出去 苏西这才得以成功离开 看到朱蒂斯投来的手势 贝克悬着的心中一放下 他随口打了个哈哈 感觉和好友们会合 但碎纸机里的文件实在太多 其中还包含了不少办公用纸 要偏和朱蒂斯说的那份文件 实在难于登天 就在这时 朱蒂斯接到塔尼打来的电话 警方查到利兹坐上巴尔的车后 就去了克里斯的房子 难道是他偷走了股东枪 而朱蒂斯拿来的笔记本 也有来检测结果 和史蒂芬房子里的指纹吻合 但朱蒂斯却觉得 硬币上的希望和信仰刻字 都表明凶手应该是一名共济会成员 可当时的共济会 并不接纳女性成员 所以利兹不可能是凶手 果不其然 等警方赶往华艇中心 见到的是利兹的尸体 他的嘴里塞了第三枚硬币 仁爱 当年还在诺蒂汉没有回家 这似乎是他的不在场证明 都发现朱蒂斯不见了 他骑上自行车 冲进拍卖行就质问 艾琳特今天下午在哪 有人能证明 今天举办了拍卖会 艾琳特一直都在 没有离开 可朱蒂斯发现 拍卖所的墙上 似乎少了样东西 接到消息的丹尼匆忙赶回家 苏西偷摸在警车后偷听 丹尼看上去很悲伤 说离开之前 利兹看着有点心不在焉 好像是在为谋杀案烦恼 偏偏苏西的女儿打来电话 他的头顶行为被坦逆发现 只能尴尬地掩饰 说是在检查轮胎 朱蒂斯又去河里游泳 看着缓缓驶过的滑艇队 他似乎想到 拍卖行墙上丢失的 到底是哪一幅画 也明白为何 每次警方常到嫌疑人时 他们总是会有完美的 不在场证明 朱蒂斯让苏西和贝克 在家中集合 他车也将那份文件拼合 是一张去年的复告 而复告上两个死者 是艾兹拉把遗嘱 转给贾尔斯的见证者 可两个去年就死去的人 又怎么可能在今年 见证艾兹拉的遗嘱 贾尔斯再利用死人的名字 伪造签名 推测是巴尔发现了异常 才会被杀害 可他死的时候 贾尔斯正在住院 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朱蒂斯打开那扇仓库大门 里面放着满满的资料 他已经得知艾略特 曾经是华庭会的一员 每次华庭比赛 都会在报纸上 列出比赛结果和华手名字 他现在要找出 艾略特在学校时 都是跟谁一起话题 但苏西只在另一个小房间里 发现了一则登报的新闻 是关于希腊珍宝的盗窃案 犯案者其中之一 竟然是朱蒂斯 事到如今 朱蒂斯也不再隐瞒 当年她是考古学家 和丈夫一起发现了 狩猎女神的雕像 可丈夫偷走雕像卖钱 哄骗艾丽斯做不在场证明 硬生生挨了警方 长达48小时的折磨 可丈夫却狠心欺她离去 用古希腊神话故事来说 朱蒂斯可以是夏娃 丈夫却不是亚当 而是伊甸园里吐着性子的蛇 朱蒂斯以为的爱情宣言 带着她走进组织的深渊 所以最后 只剩她一人背负臭吻 用现代话来说 朱蒂斯曾经也是个恋爱呢 线索墙上的报纸 引起朱蒂斯的注意 上面记载了 滑体塞的人员名单 一瞬间 他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他给艾瑞特的妻子 拨去电话 焦急的口吻 像是在对戴希说 同时也在对曾经的自己说 为一个有罪的人辩护 余生都会背负罪恶感 而戴希也告诉她 曾看见艾瑞特在家里藏了一幅画 并且 艾瑞特是共济会成员 去年的时候才退出 而她现在马上要出门旅游了 不出意外 贾尔斯也去了另一个地方旅游 朱蒂斯敏锐察觉 还会发生第四期谋杀 死者是谁 她也很清楚 朱蒂斯给两个姐妹拨去电话 让他们保证 一整晚会离自己远远的 她坐在椅子上 却没有惧怕将要到来的危机 大雨磅礴 凶手站在房子外虎视眈眈 她捡到电话线 意识到危险的朱蒂斯 再也拨不出求救电话 但也不用了 她已经瞄到了靠近的凶手 朱蒂斯缓缓叫出那人的名字 丹尼 她是凶手 艾瑞特 贾尔斯也是凶手 丹尼和利兹同样热爱滑艇 但她怎么都赶不上利兹 她霸占着滑艇中心不肯出手 那可是一大笔丰厚的资产 于是 丹尼的痕越来越深 她用了利兹的手机 订了巴尔的出租车 到克里斯的房子里偷走股动枪 和艾瑞特 贾尔斯两人交换杀人 艾瑞特想要名画 丹尼替他杀害了史蒂芬 但那天却将皮花挺挺在河边 恰好被朱蒂斯看见 接下来 艾瑞特帮贾尔斯除掉巴尔 贾尔斯又帮丹尼除掉利兹 凶手和死者互不相识 没有过解 这个死亡三角 又能给他们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可朱蒂斯是怎么发现的 原来 他们三人在几十年前 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密友 某次赛事报道里 刚好有他们的参赛信息 三人同用一把古董枪 还有三枚硬币 实际上在案发现场留下名片 这样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人干的 案件已经全部理清 至少真相的朱蒂斯 也没有活着的必要 可好友们在收到朱蒂斯 拒绝见面的消息后 立刻意识到不对劲 苏西领着爱犬冲进房间 制服了丹尼 贝克也是实在着警方赶到 朱蒂斯化险为夷 丹尼最后留下的 是一个不甘的眼神 善良的其余两人终于落网 戴希举报了艾绿特藏起来的名画 塔尼在拼命侦探的帮助下 完美侦破案件 苏西的女儿回家和她团聚 贝克也懂得放手 同意女儿去酒吧 将家里的事宜交给丈夫 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允许自己做自己 允许别人做别人 而朱蒂斯也完成了多年以前 迟来的救赎 应该是贬义此 几个孤独的人 在他人的过程里 获得成就感与意义 也收获了友谊 让他们也让我们明白 一切事情 只要朝前看 守得不美好都会过去的